御界有六层天 最高的天地 他画自在天王 第六天再上去 就是四界天 四界天 情欲短 人如果离不开 才色明是水 这叫五欲 五欲浓的人 出不了余界 所以这五样东西可以识 一般人讲 我们学佛了 才可以识 色也可以识 男女之色也可以识 名也可以识 后面两个太难了 吃饭了 睡觉啊 这两个能学吗 难 四界天人 没有饮食了 不需要了 不需要睡眠 欲界助天 往上面去 一层比一层淡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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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出产就没有了 无欲针地放下了 它用什么来养身体呢 佛告诉我们 禅月为时 这个意思 我们能不能听懂 禅时什么 清净心 心体真地清净 一尘不染 越是欢喜 大臣经教上常讲的 长生欢喜心 发喜充满 这是禅月里头 上等天 世俗宴雨 有所谓 远方喜丝 精神爽 人遇到欢喜的事情高兴 睡觉吃饭都忘掉了 真有这个事情 这个四世真相可以解释 禅月为时 那么你就知道 四世纪 五世纪 修行人 不是一般的人 修行 他有定够 他有定够 换一句话是 他清净一心 平等一心 平等一心 一些 一心 平等一心 八定有五 所以叫 世界禅定 有五它有乐手 禅定快乐 世界天 还有山灾 佛告诉我们 水灾 可以淹到粗产天 火灾 可以烧到二产天 风灾 可以吹到三产天 四产天 叫福天 三产没有了 水和风都没有了 我们从这个现象就能体会到 山灾是果报 叫大山灾 这是宇宙的灾难 这不是地球的地球的小灾难 这是星系乱掉了 所以佛教这大山灾 水灾 水灾 是 贪人 所干的 活灾 成灾 所干的 风灾 是 愚痴 所干的 换一句话说 到第四场 这种定功 才能把贪嗔痴 真正付出 它不是断 是付出 能把贪嗔痴 它不起作用 有贪嗔痴 不起作用 所以 它那个地方 没有大山灾 四场叫 富天 富人居 富地 富地 富人居 于是 我们就明白 极乐世界 为什么没在呢 他们 凡圣 同居度 人间 不说天上 只说人间 大山灾 没有 小山灾 也没有 比起四场天 还要殊胜 四场天人 没有得到神通自在 没有住正定居 自行本定 他们没有 他是修来的 修定 没有得不退转 同居度 下下平往生 这三样都得到 阿弥陀佛 本月 有一身的加持 这些人 肯定 云满 居住了三个条件 阿弥陀佛 加得上 这三个条件 第一个是 老实 第二个是 听话 第三个 真感 这三句 也是三宝 你要具备 这三个条件 你是祝福如来的 宝贝 弟子 为什么 你决定成就 不具备这个条件 阿弥陀佛 来教你 也没有 也没有 法子 把你教好 所以 阿弥陀佛 不来 怎样敢得 阿弥陀佛 来 来帮助你呢 你有这三个条件 阿弥陀佛就来了 阿弥陀佛 来 加持你 七龙 善善 哪有不拥护 这道理 世间人所说的 哪有不保佑 你的道理 我们如果把这些离四 都搞清楚 都搞明白了 这才知道 为什么要放下万语 为什么要一心转立 一切放下 清净心 现前 一心专注 平等心 现前 这个人 必定 生间度 我们 七心 动念 阿弥陀佛 完全知道 你可以骗自己 你可以骗别人 你骗不了佛菩萨 你也骗不了天人 甚至 你也骗不了贵人 这是事实 啊 你骗不了 如今 你骗不了 你骗不了 你骗不了